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先介绍八煞皇者 这个八煞皇权呢 是我们立相用的 立相 坟墓的立相用的 那为什么叫八煞 各位看上面古代的歌 有没有 坎龙昆渡镇山猴 兴去鞋马对蛇头 庚虎离一株为煞药 宅目逢之一时修 立相的时候 我们包括阳宅 还有阴宅呢 都是用这个八煞皇权 立相 各位看那个 我给各位 这个卦戏呢 你看上面 这个卦戏最凶的煞 绝对不可以立相 这是我们立相很禁忌的 一般来说初学的人呢 各位知道 我们要用这个分金 分金中间那个线就叫分金煞 我们是不能立相 对不对 所以说八煞皇权这几个地方 绝对不可以立相 好 你看看 比如说 什么叫做坎龙昆渡镇山猴 他说坎龙呢 不立成相 有没有 昆龙不立某相 镇龙不立身相 这个就是他 我把它翻译下来给你看看 那你怎么记呢 你不用记 为什么 因为我们罗经上面 就有所谓的八煞皇权 好 八煞皇权 八煞皇权 这个 各位看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 你们罗经那个 有没有 那人帮的罗经呢 上面有个说明书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个说明书 这个 皇权煞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皇权煞第三格 参照这个第三格看 皇权煞 所以说 各位看 前面下来 第一个地基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先天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格 有没有 前坤啊 丁根啊 坤 有没有 那一圈 第三圈 就是所谓的皇权煞 各位在测量他定向的时候 你只要遇到坤 你看 比如说现在 周围把他弄到这个 我看 用正南 正东南西北 周围把他那个罗经摆到正东南西北 就是下面纸是上面是五 右边是某 好好有 看到没有 像纸五就没有 好 没有 空的就没有 就没有皇权煞 所谓丁相 如果是丁葵相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坤 有没有 意思是说丁 丁意思就是说 丁山 坐丁山 不离坤相 怎么那么为止 啊 来就为止 好 好 有没有看到 对对 好 所以八少皇权图呢 周围太 绝对不可以立象的犯 好 不可以立象的犯 好 所以 我们这个 为什么 什么叫山 比如说 周围看 丁山是葵相 丁山的对面一定是葵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山是在我们风水上数理叫座山 座座山就是来龙 来龙啊 为什么叫来龙 比如说这个山师是这样子 两个环抱是这样子 这个山来龙是在这边 好 来龙 好 我们所谓丁山就是来这个龙呢 叫做丁 丁龙 因为它来像是丁 懂不懂我意思 你在这边测 这边来的这边是丁 这一条龙就叫做丁山 懂不懂 所谓山就是坐像 坐山啊 你们现在不会这个名词 你们只会坐北朝南 了解我 是吧 那我每次说小姐你说坐北朝南 定义是什么 让她画个房子给我看 然后房间都画好了 你现在我们家坐北朝南 小姐哪里是坐南 就是朝 这个那个如此如果 那个名词要会用 就要会了解它的意思嘛 你不要让它不会用 在那边讲它的意思 丁山魁像 这样了解我也是吧 所以丁山都安静止是山龙 山龙的来像 那反过来 如果是丁山有没有 如果是山的来像 我们不利坤像 比如说所谓不利坤像是什么 周围看右边 这个左下角 左下角 左下角 有没有 左下角 坤像有没有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又要吃到 吃到来杀或者什么 我们有时候坟墓朝这样造 有时候这样造 都不一定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拨杀用的 找那个范围里面 哪一个地方最好 我们坟墓的朝向 要朝那个方向 就是 有的时候龙来 不一定刚好正对它 转来转去 因为第一次 逼近的那么臭小 所以我们常常会转动 比如说来龙在这边很好 结果这边的左龙这边 后面有个大山 那个大山的形状 刚刚好是这样子 哇 都是天子 出大跪 然后这边又一大堆 那刚好把它 整部朝了 慢慢让它变成朝山 你就不会朝这个方向随口出去 你就不会朝到这边去立 了解我意思是吧 所以立的像的时候 是一直在转 这巴萨黄泉就是专门讲这个立像 跟来龙的关系 那在下一个呢 第四页的时候 诸位看所谓八路黄泉 所以过去很多人说 哎呀你是在黄泉路上 有没有 这是从风水上面 风水上面来的名词 黄泉 大路黄泉 大路黄泉呢 这边是看定来水 或者是开向放水 一个龙穴 这样子龙穴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水是往两边聚集了 以后再出去从那边聚人 有的时候是外面水进来 经过明堂以后不爽 它就出去了 哦 也有呢 水来的时候 这样子进来 这样子出去 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看当时的状况 有的时候水是直的进来 然后哇 直的出去也有 这水都不一定 那巴萨黄泉呢 就是告诉我们 立坟的时候 我们坟立在那边的时候 看来水 或者是关 来水或者是去水 绝对不要来的时候 但是来路是 冲到这个八路 有八个地方不可以来水 哦 那来水的话 就是煮孤寡 哦 孤寡就变成孤儿寡母的 哦不好 诸位看 他的歌诀 有没有 坤丁昆向是黄泉 坤相跟丁 那个坤相跟丁 是摩尹 这个是我们 歌诀归歌诀 我们下面把它那个 八路黄泉把它摆在这个图上面看 就看得很清楚了 有没有 你来看的时候 诸位看我们罗金 参考罗金上看 我现在一边要教你 一边教你看罗金 罗金上诸位看 这个 黄泉萨有没有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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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在現場吧 方向這邊測好 然後到 回到紙上作業 所以你們回去就看這個八路黃泉 比如說你看它這個坤 比如說下面立有沒有 立根項 坤方既有來水 根呢 有沒有 就看到這個根項 夾以秉晶物己更新的根 在右邊有沒有 右斜角這邊 然後坤方既有來水 所以坤 對 坤 看到沒有 坤相義同 丁也是一樣坤 有沒有 所以如果來龍是這個根籠 或者是丁龍 坤方就是西南角 不可以有水進來或者是水出去 這就叫做八路黃泉 所以八路黃泉完全是看水的來與去 水的來與去 那我們最好的位置就是 看不見水來看不見水去 這個紀錄明堂的時候 這個水如果是值得進來 衝擊進來以後 力量很大又值得出去 要值來值去 這個水值 這個非常的凶 非常的不好 這個水要來無隱 去無無蹤 然後靜靜安安靜靜的 然後水還要聚 有沒有呢 我意思 那我那天在裡面看著陰宅的水就不聚 那個人不懂嘛 外面出來做風水的很累 辛辛苦苦找個地方 然後想辦法把它破壞掉 然後脖子還給它斬不斷掉 脖子的毛都給它拔掉了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毛給拔掉 那個殺雞的時候要把毛拔掉 殺雅就把脖子的毛砍掉 要把他砍頭嘛 這個龍爺已經被破壞掉 已經被破壞掉 那破壞的人呢 可能跟他沒有關係 會有關係 我們不管他 就是我們站著整個佈局局上面來看 這樣子 當然這是一個標 一個一般的龍 那如果我們沒有缺這個 後面我們慢慢跟周圍介紹 如果沒有虎龍 沒有龍我們如何做 都會有 所以這個八路黃泉 和八少黃泉 這個注意一下 那後面那個五行十二運 周圍長生沐浴關在先 那個我們有八路黃泉的話 那個基本上就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現在周圍就會看了 九星用四環舉 這個九星法 湯區露曲 以湯門聚門的露城溫曲 這個聯爭五曲的破軍 還有左手右臂 這個是九星 上頭我跟周圍叫九星的形狀 九星呢 你們要依此類推 也可以來做座上 也可以來做朝上 也可以把它當成朝山 也可以把它按山 這個九星進來的時候 這九國星 跟著二十四個座山來龍 我們在給它測定的時候呢 比如說第一個 太郎星 各位看到太郎星 我可以畫諸多畫的形狀有沒有 一個這些天書 一個 因為太郎是木 金星下降成為神奇 下之天在 公在耕土 你看 在祖貴旗之下 初始社政 結錄四方 用著根脈分明者 就產富貴 高受富貴的人 公侯將相 我用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中間最重要的是 用著根脈分明者 就是來龍必須要是根 如果來龍是根 你就坐背後靠的是貪廊 或者是面對貪廊也是 你懂我了解為什麼 面對貪廊就是所謂 近的話所謂暗山 遠的話所謂潮山 跟你龍脈近的地方叫暗 遠的叫潮 或者是虎 你是根蟲 剛好又是根蟲 然後你的龍虎壁上面 有貪廊局 或者是你的冥堂裡面 水上面有貪廊局 因為貪廊局有時候 不是說一定是大山 有時候岩石剛好排列成那樣子 那如果岩石沒有自然排列這樣 你想辦法把它排列一下 那這樣根農才能用 好一定要用的根脈最旺 那你因為根脈是木 屬性相同的 屬性相同的呢 我們就叫做筆尖 所以四處後面會跟著人叫做筆尖 那生我者 還有我客者 這都是按照陰陽五行 你木火土金水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那這是香生的 那常觀量木克土 土克水 金克木 水克火 那火克土 這都是所謂的香克的 那如果遇到屬性相同的話 就是所謂的筆尖 筆尖 筆尖 肩膀相等嘛 就叫做筆尖 好 所以後面九星呢 我們就介紹 這個 比如說第二個聚門星 這個叫天玄 它是土星 它下 氣降為天一方 下職天 公在遜 遜 遜脈為非名字 有沒有遜脈 就是來龍 是東南角來的龍 但是是天一 所以一直參考這上面 之後就可以劈了出來 方向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局如何 通通可以從裡面找到 那周圍看這個 第八頁 天心四櫃 我跟諸位介紹過 天心四櫃是一定要 國首都立的話 一定要有天心四櫃 就是以整個龍脈 整個平面上面來看 看這個四個方向 那所謂有 那個封城上很有名的 所謂三級六秀 三級六秀 三級六秀 你看六秀 天貴應頂 頂丁心 根遜 對 頂丁 好 心 根 遜 對 這六個有沒有 所以天貴應頂 天夷應丁心 這個藍級應 根遜對 那這個是天心六秀 我們所謂的六秀 我們所謂的六秀 那下面的三級呢 好 就是 訓掛 訓跟對 這個是三級 好 那所謂的三級 我們床子 坐上去以後 好 在這個方向 三個級方 或者六秀方向 有三四 會有來龍 或者有 巷道進來 馬路進來 或者是有這個 這個岸 有朝山 有籃頭 或者有很好的沙 在這些位置上 通通併入 我們所謂的三級六秀 那一個陽宅 或陰宅 有這六秀 或者是三級 都是很好的地方 好 那如果你看到 好像角度差一點點 老師差一點點 他就變三級了 現在二級 差一級 好 那我們就移動位置 能不能為 因為如果你在地上 移動位置 讓他位置移動 剛好到了位置 移到位置上 那這個移動位置 我們就叫做波紗 好 波紗 好 那下面龍 龍穴土色的疾胸方法 你看 過霄為太郎木 血土色必青 好 巨門呢 黃 怎麼說 這個這個筆記上有 那最下面還一般呢 紅黃光韌為極 好 乾坤黑色為凶 土厚為家 堅韌為凶 完食欲凶 各位好 我們那天去看的地方呢 土色紅色的 好 紅色的 紅色的 一般來說地氣很熱很旺 好 所以台灣火山帶很多 好 好 很熱 那一般來說我們取 如果是 它那個 它那個紅土啊 太紅了 這個土色呢 我們第一個重點是 區分真龍甲龍 好 真龍 或者是甲龍 好 你說如何區分呢 比如說 這個這個來龍很大 這樣子包到 我們在過霞的地方 這兩邊有高起來兩個山頭 兩個山頭 把它一擠 這個山就變得很窄 這個是 比如說 這是霞 霞一定有兩邊有兩個高山 把這個龍脈 這條龍脈怎麼壓了幾層也要比較窄 如果我們這邊拿到的土 其實出來土是青色的 青色 那我們在穴位這邊挖的時候 一定要也是跟它青色相同的 代表是這條土脈是相連的 懂不懂我意思 那邊這邊拿出來是紅色的 那邊還是青色的 就是找錯了 找錯了 那地脈錯了 懂不懂我意思 所以要知道有沒有找到真龍脈 這個霞土的顏色 霞土的色呢 一定相等於什麼 血淚土的顏色 一定相等於血淚土 好 血淚土的顏色 這樣講有沒有問題 比如說你這邊挖的是白土 到這邊變成紅土了 你就是找錯了 不是同一條地脈 那你拿這個側龍就不對了 懂不懂我意思 要去霞那邊找土才知道來龍 所以過去最標準的側來龍 是在這個霞的地方側 來龍最準 龍象 以這裡來做立象 這就是所謂的座山 有沒有 所謂座山 那我們再去看到紅色的土的時候 紅土的氣太盛了 太盛了 太盛了 太盛了時候我們風水上 有一種所謂的蟹葬吧 蟹葬 不足的話我們有所謂的這個 加土進去 像這個太盛了 氣太盛了 那我們葬下去了以後 入土後 一年 每年呢 每一年之後 好 再出土一次 出土以後 就給它出土 幾天以後再放回去 讓它氣讓它洩掉 讓它洩掉 不要太多 好 氣太盛也不好 氣不足也不好 就是氣太盛 如果石多 挖土挖在石頭很多土很少 這都是氣不足 好 那氣太盛還是氣不足 氣不足就以石頭多土比較少來決定 那氣太盛呢就看土色 土的顏色 好 太光潤了 如果是氣不足的時候 石頭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要採土土 好 一旦那邊都是石頭 這個殼之間 為什麼要採這個方法 我們就不要找了 換個地方好了 萬一說你這個地方 剛好 哇 這個來龍也很好 陽龍又立陽相 然後水聚 明堂 然後龍土又好 朝上暗身之後 好不容易才找到 結果土太多 石頭太多了 這樣又可惜 這樣氣力不足 這個時候的時候 我們把它埋進去以後 把那個墳啊 夾很多土下去 能不能為了 夾很多土下去 在當地 就是其他 把氣包住 掉到他的氣來卸出來 這個意思 其他的像 好 那第七 就要看第九頁 像我們那個 找到些位土挖下去的時候 這個風水是知道 一定要在旁邊 過去呢 天官是這樣做 這個歷代的皇帝啊 只要 只要改朝換代了 這個新皇帝登基 從登基那天開始 皇太后 就叫 這個 清天見了 清天見了 哦 就出去找龍脈 替皇帝找這個 萬年集結 好了 清天見拿到羅牌 就開始啊 就好好當了 就出門了 啊 追行到龍脈 找到以後 他那已經找很大了 因為帝王有高 他以前那皇帝很兇嘛 牽走 通通牽走啊 誰敢講話 講話就殺頭了 好 來 找到這個地外 找到這個龍脈洪曠的時候 他去 在那邊找到 然後他去下面 挖個土起來 然後一個盆子啊 木盆子 蓋上去 這個一蓋上去以後啊 這個二十四小時 就有玉林軍在那邊把手 沒人可以動它 好 一直開始新 大新土木 開始挖 好 這個是過去的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風水池出去的時候 不可能說 找到那麼好 剛剛好過 台灣實在太少了 太少了 那如果到大陸去找 或許還很容易找到 因為有人不知道 因為有的時候 這個龍脈 龍脈的位置 出土的位置 剛好就在稻田裡面 那搞不好有一個人 他走過去摔石 捏石在稻田裡面 就是還 等下走 找不到屍體還是下去 對不對 這 這種狀況都很難講 那當然風水上的傳說 非常的多 傳說非常多 當然有的人呢 這個 諸位看書的時候 有的人穿著附會很多東西啊 諸位 當然茶餘飯後一些 一些聊天的話題也可以 好 但我們在最重要的諸位 只要掌握到我們一個原則 就是我剛剛跟諸位講 我們不用說 一定要 找到一個 出天子的地方 不然搞不好 對不對 你在電視 電影上演天子 不一定很好 因為你只有當兩個小時嘛 那就下來 那我們能夠找到 能夠吃到 所謂吃到龍脈的地方 這龍脈位置被它占了 能夠吃到龍脈的地方 能夠吃到周圍的風水 這是看地理師的高低的 高低 你說找到龍脈 很多人都會找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沒有很適合的位置 我們如何 同樣吃到這個龍脈 同樣是 能夠吃到這個風水 一樣可以做到 不一定要在那個位置上 因為龍脈來的時候 是很長一條啊 這樣子 我們這個外觀看截屑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山是這樣子 這是零線 好了 這個龍脈是這樣 一條這樣下來 那這個位置我們被搶走了 別人被搶走了 沒辦法了 那你實在是沒有一條杖 在脈上面 所謂脈上面杖的時候 就所謂騎龍脈 騎在龍上面杖 那騎龍脈的時候 如果騎得更高 一看遠山更好是 這個紫圍心怎麼辦 像我剛剛畫的 這是紫圍心 這是紫圍 三十字叫 這紫圍心 遠山就這樣怎麼辦 這個脈還沒吃到 結果你知道了 你對著它 因為你站在你的籃頭 你站在你的這個穴位的時候 你上面一看 那個紫圍心比你眼睛低 比你心臟高 剛剛好 那太好了 我就對著它 結果下面出陳名 上面出天子 所以這個 所以諸位不曉得 諸位在這個社會上跑動的時候 不曉得外面在風水大戰 那風水在外面大戰 在鬥法 就是看誰是高明 所以說沒有 如果當然有這個是很好 可是萬一沒有了 沒有我們一樣有辦法 而且說 沒有人說整塊地圖是塌的 好 最後看第九頁這個 如果我們拔出來的那個 上面第一行有沒有 像那個泥土啊 從肚裡面挖出來的時候 好像切一塊一塊的 好像那個 像玉一樣 很晶瑩切的 然後切下去 又整整齊齊的 也不會散掉 像切 如果拿出來像枯法 搞樹的很慘白的顏色 像鹽巴一樣的顏色 沒有光亮的 好 如果滿山皆是長土 為穴中 得心裡的土最妙 如果滿全 整個山的土 跟穴裡面的土 是同色的話 這就是平常之穴 穴就很平常 好 然後你把開 把開這個穴的時候 看到裡面有烏龜 有魚 好 就是天地的精氣所 一定是奇特加穴 那有蛇以鼠蟲呢 一定是胸穴 所以古人穴穴呢 一定外看山山 山山穴子 那這樣 土色 看裡面土色豪壞 好 那 這個動物啊 這個動物比我們人啊 厲害 好 之外呢你可以 我這樣講 你可以買豬魚龜回家 好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給他丟到廁所去 但是門都開到 因為門關到 還不會開門 然後早上起來 他就在吸尾腳 然後你給他丟到客廳去 晚上回來 他又是吸尾腳 好 他動物都會找 安全的地方去 所以過去我們這個 風水上找穴的時候 叫做牛棉穴 為什麼取名叫牛棉呢 因為我們中國是以農曆國的 那個牛啊 鐵野間做完工作 幫主人辛苦完了 主人就把他放掉 就讓他在沿野間吃草 那有個走來的江 他找個最舒服的江 最少的江 躺下去 然後你第一次放了以後 他躺這邊 第二次後還是躺那邊 你明天把他往那邊趕 後天他一跑回那邊 他一直記著那個位子 他就躺那邊很舒服 牛棉地 所以過去叫牛棉地 這裡會找最好的地方 為什麼 恢復疲勞很快 這是我們所謂 山川的靈氣 天地的靈氣 恢復疲勞很快 所以這個 過去有這個 它不叫做雞棉地 牛棉地 所以我們找到龍穴的地 叫做牛棉地 就是看牛 那以前中國的很好玩 那如果找到這個穴位 這龍穴的地方 它氣很旺 長得很好的 很好的東西 那時候鳥啊 蟲啊 蟲啊 什麼都會飛來這邊停 所以如果 我們不是說 陽才陰才是一樣的嗎 如果你家的房子裡面有一天 蟑螂老鼠通通 打到包袱往外走 就是有火災的 知不知道 你趕快要跑路啊 人家都知道要跑路 你還在那裡懷疑 那 這個 家裡面有動物來聚啊 那你不要老是 都是 蛇跟老鼠來聚啊 就蛇鼠一窩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有蛇 這個 這個地都不 不少 那我們 賣下去 龍賣的時候很喜歡 那田鼠啊 什麼沒有的 魚啊 什麼都來聚 那過去我在南部 有一個很旺的家族 它那個地啊 叫平地一豬 整個嘉南平原上面呢 他們家都站了很大一塊地 大概好幾百甲 不止了 那剛好在那個地上面 整個 整個嘉南平原上面很奇怪 都平著啊 欸 就那個小圖圖的小山丘在那裡 這就是龍下來抬頭的地方 怎麼會 他的 阿爾瑪就站在那裡 葬到那裡 葬到那個地方去 那個前面的名牌 那後面你靠山的時候很遠啊 因為中山山脈 可以看到中山脈 但是很遠 前面又很平廣 那個龍虎爆了 那根本很大 就好像天子一樣 很大啊 那個地方 現在很有名的這個家族 都不能講 講出來這個壞事 那 那 又怎麼找我去看呢 因為出事啊 我去看的時候 後面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他在長房和二房的中間呢 在長房的地方立了一個方向 立向的方向 立了一個 兩根棍子 他的地上 那我就去啊 他說 這兩個是誰立的 欸 他說我來了那麼多次 我怎麼沒看到 因為我看羅金看到嗎 那怎麼沒看到 剛才拿掉 我說那兩個在裡面 兄弟會細強 兄弟會細強啊 會為真才很細強啊 那可是 這兩個東西放下去之後 不曉得是誰擺的 還是人家無意之間擺的 可是在羅金上面來說 剛好就在那位 那我也不願意去講 因為一講的話 搞不好他回去 那開始 對不對 認為有派系鬥爭 會加重他們的怨氣 結果後來真的是 有很大的問題啊 會有兄弟細強啊 為了這些財產的問題啊 不好 周圍看下面 陰龍陽龍 我跟周圍講過了嘛 陽龍立陽鄉 24個座山 我們羅金上面就有那個顏色 我是圈在這裡上面 好 周圍看 川山 川山七十二龍 後面還有六四個透明龍 川山龍呢 就是我們在過霞的時候 我們以前教周圍 剛開始最初顯的周圍學的 是二十四個座山 對不對 那二十四個座山 一個座山呢 一個有二十四個是一圈 一個座山會管三條龍 三層二十四剛好 七十二龍 就是七十二龍的意思就是說 把它分得更細 了解為什麼 更細 你說成龍成龍就有三個龍 假龍假龍有三個龍 好 那龍脈裡面 我們再挑好的幾位出來 川山七十二龍也是所謂的 徹龍象 徹來龍的 好 周圍呢 第十頁 你看川山七十二龍 川地來龍位是何甲子 這個我們叫做帝記 風水章術語叫帝記 在霞中 這是過霞的章定盤針 無霞就在入守祖星的後面 然後龍入守 入守祖星的後面 就在這裡後面撤 好 這一點 進入霞的 進入平地這一點 跟來龍這兩點 連成一條線 在這裡撤 看它的來龍是什麼 最突的一點 和這個進來一點 這樣就可以知道來龍 好 有沒有 在分水集上面 就在山的零線上面 來看好什麼來龍 那周圍看呢 這個邏輯呢 我們七十二龍在這上面 這是川山七十二龍 周圍看第六個 你把那個羅 天那個什麼 這個 前面那個八卦算進去的話 就是第六個 有沒有 就是在那個二十四個座山的 地盤針的下方 那個山山七十二龍 七十二龍看到沒有 就下面這個 一個座山有分三個龍 那七十二龍呢 我們又叫七十二分金 因為甲子啊 十二個地支 和十個天干 這兩個的最小功倍數是六十 那加上八干四圍加十二 八干四圍十二 變成七十二 所以我們有十二個地方 羅金上面是空的 看到沒有 羅金上面沒有寫 有沒有看到 好 空的 好 空的就是兇的位置 絕對不要弄 好分別一山統三龍 來歲月七十二龍 記得要遇到川山虎 好 裡面呢 分望向插受 那個孤須還有龜甲空亡 那我在上面呢 我在各位周圍打的符號上面 圈圈呢 代表大吉 看到沒有 啊 圈圈代表大吉 三角形代表刺吉 沒有表明的 通通是兇 好 通通是兇 那川山龍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羅金上 如何去記 周圍把這個地盤針 好 第一盤針 跟外面 最外面倒數第三環 第一 最外面一環是 晶尾的刻度 我們那個地球上的晶尾儀 然後第二盤呢 是那個什麼 天鋼 天鋼是巴數 好 第三盤 你知道看第三 倒數三環第三盤 是不是有的紅圈圈 有的是 紅底 金圈 有的是金底黑圈有沒有 凡是 紅底 金圈的 通通是極 金底黑圈的 或是打叉叉的 都是胸 了解我意思吧 你把它對到七十二個參加龍就可以了 這樣很容易區分 就不用再去記了 好 不用再去記 那記這個原因呢 就是可以分 好 這個 如果我們擺上去擺的位置不對的時候 好 這個問題就 產生會產生什麼問題 有沒有 好 你看如果是這個 遇到極方的話 陰陽衝合 如果當然是好啊 那不極方的話 人才好散 好 那這只是立來龍而已 所以來龍的時候 如果來龍是兇 這個才是兇龍 還是好的龍 我們靠穿成七十二龍來立 好 來立 那 那前面的二十四個地 二十四個那個 就是那個 二十四個分金圍 地盤整裡面二十四個分金圍 那個是分陰陽龍 陰龍陽龍 人家記得陰龍立陰像 陽龍立陽像 那陰龍裡面又有分三個 懂不懂我意思 分三個龍 陽龍裡面每一個龍又分三個龍 那看他是吉凶 好 吉的我們再去設定 不吉我們就離開這個地方 這是分 那個七十二個 穿山七十二龍的功能 好 穿山七十二龍 周圍看 這個第十一頁 我們的 現在這個 我給諸位的資料 第十一頁 好 周圍看那個下面中間這邊 其他你們自己看 中生人盤呢 天鋼二十八樹 星辰布列 下次你們來上課的時候 我會跟諸位看二十八的樹 天鋼 天鋼星啊 就是羅金上面看的時候 倒數第二行 諸位看羅金從外面換 倒數第二環啊 是不是有 有東方有七樹 南方有西樹 西方有西樹 北方有西樹 二十八樹呢 在我們天鋼上它屬於什麼 橫星 諸位把羅金哦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南北十針對準以後 把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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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天鋼的針對好以後 東南西北就出來了 羅金上那個位置 你擺來這邊來 羅金上的位置 對出去的去 你把那個天鋼 放在天頂上面 就是天上的全部的 金尾都去畫出來了 這樣講聽懂我意思嗎 這是一共我們分成二十八個 不同的位置 那你知道什麼叫做 它比如說 我們看這個 我找個例子 好比如說 這個就會看 某甲某椅這邊 往東方這邊看 這位有沒有看到 東方就某下來 一直下來推到最外面 倒數第二環 比如說指十六度掃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掃啊 指十六度掃 然後再看左邊那邊 航十六 航九度 鈦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指啊 航啊就是星數的名稱 所謂鈦咧 我們一個度啊 就是後面的金尾度的度啊 你在羅漢上看那麼小一度 羅漢上看那麼小一度 一格有沒有 360格 你如果拉無限圓的時候 就變成很大一塊了 那一度呢 我們又分成一百分 一百個多 那為什麼叫做鈦呢 就是快接近一百 那又不到一度 就叫做鈦 那為什麼叫做少呢 就在五十的地方 接近五十又不到一百 比較靠近五十 我們就叫做少 比較靠近一度 我們就叫做鈦 懂不懂 所以我邏輯上 只有辦法幫你磕到三百六十 實際還可以再磕很細 不需要那麼細的 好 那後面呢 二十八高天上就是恆星 它在天上不動 我們不管在地球的 東半球西半球看都是一樣 日月 好 木河土金水 這個一共是 這是五星 所以日月五星呢 我們就叫做七陣 日月五星這是一個 它會動的 我們在 因為我們人在地球上 即使我們知道太陽星是恆星 可是我們在地球上 感覺到太陽是在